杨林应该就在刚刚的十米台当中 拿下了一枚金牌 杨林 不错 301D 205 接下来是延新 雪花的处理还是不错 现在排名第一 93.90 延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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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05B 在处理的时候也是 想要就自己的入水角度之后 脚有点甩过去了 水漂63分 当然它现在还是7分的有效分 还是认为水花的问题可能大一些 接下来延新 107B 哦 起跳高度还是很高 它的优点就在这 起跳高度很高 在入水的时候稍稍有一些不够 现在是220 接下来是上一轮的排名第一的延新 407C3.4的动作难度比较大 看看它完成的怎么样 这个动作如果能跳好的话 对它后边几轮啊 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它的难度 在所有选手里算比较低的 它后边几轮没有太高的难度 所以3.4是它最高的难度 哦 也是出现了重大失误 甩过了 269.15 现在反而是替补进到比赛当中的刘豪 现在 接下来是延新 205B 这下还是有点不够 所以对它最后在空中的这个动作 有一些影响 延新之前也是有着比较大的失误啊 一度是排名第一的选手 这个动作并不难 305B 3.0的动作 完成的还是很顺的 稍微有些过 入水稍微有些过 而且在空中我们看到 有一些弯腿 所以裁判员给的分啊 嗯 还不错 就是7分左右 赶紧把动作完成 然后进入到 入水的这个准备动作当中啊 延新 最后一个动作 5154B 3.4的一个动作 哎 还不错 7.5 7.5 7.5 8分 7.5 7.5 7分 10分 76分 现在排在第三 中文字幕志愿者